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张画有名的骂丸店家很多 其中有一家老店传承70年了 现在是由一对姐妹花来接手 两个人外形到眼 一开始还被当成花瓶 其实两姐妹是很有实力的 本来都要往国外发展 却因为担心爸爸的身体 他们决定回家照顾爸爸 也接下了骂丸的生意 不过刚开始做骂丸的他们 吃足苦头 吃足苦头 来这哦 麻烦这边点一下 一个香菇的吗 好 共玩竹笋肉皮还是中和 中和是三种都有 好 一个中和 对 它里面有香菜跟辣椒 小心哦 每趟用餐时间 许多掏客来这家店 冲着的就是这一颗颗 浑圆饱满的霸碗 厚实圆润的霸碗 不断从油锅里捞起 有的装碗 有的入袋 光是用看的就让人喉水直流 好想赶快吃它一口 这家霸碗店已经拥有七十年历史 很多在地人都是从小吃这个味道长大的 当然同样的滋味也深深抚慰着异乡油脂的香愁 我以为是大同吃一间的 那种味道我就去台北吃了 我如果有回来的高雄 就是会来吃这家 然而从台湾头到台湾尾 好吃的把玩到处有 这家店究竟有什么魅力 能让顾客如此死忠 这个不能说的秘密 今天获利大公开 新鲜 然后第二个是 从不用化学的添加什么 我们就是最天然的东西收给客人 我们东西要自己敢吃 然后也要很爱吃 然后跟它吃得很健康 越是简单的道理 要能做到始终如一 其实越不简单 秉持食材健康的信念 这家传统老店 有它不能动摇的坚持 以霸碗外皮来说 老店选用台南上画出产的优质番薯粉 在货上特殊品种的纯番薯粉 一调制出完美比例的粉浆 才能制作出Q度绝佳的外皮 其实这种姜啊 番薯粉的姜啊 就是虽然说有什么一定比例 可是还是要需要靠 就是感觉 就是有时候可能冬天啊 比较冷或者比较热 那个感觉会不太一样 所以都是需要就是 姐姐他们 姐姐跟妈妈就是要看一下说 要怎么样的谈 那种稠度才OK 至于内馅部分 则是选用严选的温体猪后腿肉 而为了让口感扎实 老板坚持手工切肉 并且使用纯黑豆发酵酿造的糊底油 最后加上逆传的辛香料 搅拌入味 你找到现在肉的粘性就出来了 大概是这个粘性这样 就是它会 它会有点沾这样 对 然后肉是就是坦坦的 香料入味之后 放入冰柜急速冷冻 才能锁住肉块的鲜甜 最后加上香菇 以及新鲜竹笋 最结合成风味绝佳的霸丸内馅 霸丸就是比较高的 还好 不一定 不一样 你看看这么做好很简单 待会晒不会来 還是滑不滑 滑不滑 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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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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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妻两前手之足将接来的霸丸摊子支撑下去 但就在这个时候病魔却找上了门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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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简单的实物